今天我有iPad来看了一下 留言 我看到一位叫赖宗信的 说老郑 你连选都选不上 老郑你连选都选不上 赖宗信 希望你好好听我节目 我下次会回应你 我如何面对选举 那你再把这个讲清楚 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选都选不上 你到底要讲什么 你意思是说 我连批评韩国瑜 的资格都没有 就我讲的 我不晓得你什么意思 请你写清楚 我一定回应你 我是很喜欢跟听友对话 那刚刚最后一个 叫韩国瑜去大陆当市长 一定很好 我也不太同意了 李敖的儿子李勘就说 他如果去汕头 当汕头市长爸爸 我是觉得这是无扯 这是浪费 浪费春舍了 好吧 那回到刚刚讲 其实像民进党这次的疫情 陈思忠已经演不下去了 大家都已经看到 我这节目已经骂多少次 每个礼拜骂 实在是够恶心 够难看的 好吧 你防疫是一件事情 你再来面对很大问题 这几天路深还不让他们进来 我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厉害 下阶段就台湾 翻译你进来 不用隔一十四天 你们台湾不是很好吗 你就进来啊 可是当他让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马上面临问题 我们让不让他过来 我们不是把他讲得很差吗 现在到底差不差 我看北京现在也解禁了 好吧 美国现在跟中国当时最早把中国大陆这个停航 今天自己落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臭名就是 马上开放 台商什么旅游 根本过去不必十四天 台湾不是说五十几天 今天大概是五十六天 四个四 四个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 多漂亮的一个成绩 五十六天 陈时中一天 一次的记者会开不下去了 这是防疫的部分 然后下一阶段怎么继续 第一阶段好像成功 危机埋在下面 更重要是纾困的部分 那个什么三倍券 今天我看没时间 我要谈别的 我看是三倍 我们台湾有什么三倍机 三倍小卷 我看是三倍券 三倍小卷 乱扯 现在本来说不可以着零 现在也可以着零了 想尽办法 告诉你怎么偷渡 然后就说 现在也可以换成现金了 到AT 每天看的乱七八糟讯息 到七月十五才要弄 都死光了 还在这样搞 所以这同事者并不是 那么样的得民心 民调现在都下降 那我还是回到更大了 民共平台会形成吗 因为这篇 我是觉得是有点建立 我刚刚看有人讲说 中共不会跟什么 要搞分裂的 把什么任何交手 比如说民进党 这未必 政治是非常现实 我先撇开民进党 其实站在台湾的立场 就是要讨论 读到底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成本多大 付得起吗 有人要付吗 如果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存在 那读这个议题 不就是一个假的吗 虚的吗 那如果这样剩下什么 统 早统晚统 何统无统 我认为如果要去统 我先跟你讲 我不是统派 好不好 我是个非常现实 如果站在一个最大利益考虑的 我是个左派 中国大陆过去有些发展 我也很不以为然 但是如果今天统独这个议题 纯粹就统独议题 我真希望将来是个红白对抗 蓝绿对抗如果过去了 也不是什么红绿对抗 真正是红白对抗 左右要好好对抗 那如果站在一个 我已经讲过 中国大陆并不急着要统一台湾 武统是他们的下下策 如果有一天 被迫中国大陆要武统 我讲一下被迫 那都不是他们的上策跟选择 很严格讲是双输 那是谁得利 是美国人得利的 那与其这样 武统搞得一大武图 或者自己慢慢被削弱 不管穷台困台 表面上和平统一 事实上也是被统 那不如主动去统 主动去统什么时候 时机最好 前个阶段是蛮好的时机 可是已经错过了 中国大陆这个崛起 他现在越来越有前提 气越来越强 台湾是越来越弱了 谈判筹码越来越少 基本上已经是 处于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可是刚刚前面讲 世事难料 世事事变风云 最近的这个从中美贸易大战 到新冠肺炎 互相甩锅 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 到美国四处布局 你可以看到 他在旁边怂恿印度 在中印边境要惹事 在越南 在各地 这两天还传出 要日本人 要把钓鱼台群岛 改成他们的什么线下的间隔 尖格本来那个叫日本人叫尖格群岛 但是变成一个尖格乡 还尖格群 这当然都是挑衅的行为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 实际上是内外 因为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被美国操作 然后英国也加入 澳大利亚 实际上在国际上 外交上出现很大的压力 现在苏联 也正在观望 美国也到处在拉拢 那川普在加上 内部的选举 所以他事实上 局势非常的复杂 倒过来讲 这个时候如果 台湾能够主动 去跟他们谈判 和平解决 那不但是 了了中国的整个 所谓的这个世纪的 这个一个月 统一了这个大梦 更重要是除了心腹自犯 更重要是让美国人 忽然间找不到一个着力之点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内外 国际的形象 国际他从此再也不必 再花那么多力气跟军备 然后这个对于内部的 这个说服力 老百姓的 欢欣鼓舞 这要 这是多大的一个 作用跟利益啊 这个利益 我们当然要跟他谈啊 我给你这么大利益 解除你内外各种困境 那到底要给台湾 什么样一个好处跟利益 所以我认为这是 如果要卖台 这是最好的机会 错过了 如果老共垮了 你也不会有什么机会可以弄 台湾可以侥幸吗 能侥幸吗 我觉得很难 如果他度过这一关 你要再跟他谈啊 你趴着他都不理你 等着乖乖被收服 我今天这样讲 当然有点急躁 有点粗糙 因为是刚好看到 早上没有料到 郁慕明写的这篇 民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要去谈判 一定是国民党的 未必 国民党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而且这些家伙 手术两端 长期也是反共的 他只是亲中 但他反共的 民进党啊 非常赶的 所以未必 当然最后 算是美国人决定的 我在前面几次都讲说 台湾筹码不是 牌也不是 棋子也不是 会被美国人送去当炮灰的 那郁慕明这个论点 是认为说 川普因为硬干干不上 恐怕要妥协 妥协的情况之下 会叫民进党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